好那我请教一下陈恩 这里头有好几个战场 那特别是香港跟南海的战场 都非常的重要 在南海的部分 蓬佩奥的新的宣誓跟论述 提供了台湾 也提供了西大平洋 一个全新的局面 没错 蓬佩奥在7月13号发布这个新闻稿 其实内容非常的明白 而且具体 他讲的内容是说 中国在南海的水域 没权利 而且他的主张是不合法 他讲了三个不合法 他的主张不合法 因为这些你不可能 用这么大的一块水域 化成你自己的 做法不合法 他的做法是用 用实力创造权利 实力是这个力量的力 权利是我们的权利 所以Mike makes right 就是说你不可以用大国的权利 去造成继承事实 去逼迫其他国家接受 第三个是说你的行动不合法 所以他有非常具体的指出来 中国哪些行动是不合法 那我们必须要说中国的权利 是针对这个他的水域的主张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很快的导览一下 第一个是九段线不合法 九段线是中国说呢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它其实像一个舌头一样 从中国的南海海南岛这样子往南这样子延伸 所以走着这个从越南在西边 东边是菲律宾南边是马来西亚及温来 整个的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沿岸国的海域都被这段九段线包围 那其实照国际法 他的意思是说这九段线化起来 然后里头都是他的内涵 是实际上他就在行使这些权利 然后呢这个照2016年的这个南海仲裁的判决 这个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他说我是历史上这样主张 可是对不起1982年我们也有新的法律 这已经完全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第二个他特别挑曾母暗沙 这个我们在小学课本都有读过说 中华民国或是中国最南端的岛屿 最南端领土叫曾母暗沙 照南海仲裁来说 曾母暗沙是在水下 常年在水下从来没有浮上来过 那么照这样子的照国际法 这样子的不可能当做领土 因为你不可能人再上去 你连着陆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地图上的一个概念 所以照他就是说 他说这个不能作为领土的主张 所以我们的课本以后 统统都要改掉了 第三个是说呢 在菲律宾在旁边一个岛叫黄岩岛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的右边 是菲律宾的旅宋岛 那中间有看到一条红线 就是这个它的九段线 其中这一段 那黄岩岛叫斯卡巴罗 就是在旁边 那么这个其实在菲律宾的200海里之内 那菲律宾渔民常年在那边捕鱼 中国就在那边 去用渔民跟他对峙 然后用海巡去骚扰 把菲律宾渔民赶走 曾经在海上对峙四十几天 然后让菲律宾去告中国 然后美国特别点出来说 这是骚扰行为 这是菲律宾的渔权的范围 中国是不合法的 第四个就是另外两个地方 叫做美济礁跟仁爱礁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南沙群岛的部分 右边是菲律宾的这个巴拉旺岛 巴拉旺岛各位看到白色水域 其实白色的部分是菲律宾200海里 中间有两个黄色的 一个叫做美济礁 一个叫仁爱礁 这两个呢我们叫做这个低潮高地 也就是说呢 它不是常年浮在水上 它是海平面下降的时候才浮上来 海平面上升的时候 它是在水下的 这个照国际法呢 这个是菲律宾大陆交层的一部分 这个不可以作为岛屿 或是说这是中国可以占说这是我的岛屿 可是中国做什么事情呢 中国把它占了 而且在那边填海照录 所以我们看到下一张那个影片 图片 因为左手边是2012年这个美济礁的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珊瑚礁的地形 所以它在低潮的时候才会录出来 高潮的时候就沉默在海下 可是中国在底下中抽沙的 用大规模的船去抽沙 然后把它填成陆地 不但在陆地呢 不但其实有陆地 所以右边是2015年的样子 不但有陆地 而且它上面还有机场的跑道 也就是说它想要部署 它飞机可以起降 所以在美济礁 如果飞机升空的话 9分钟就可以达到菲律宾的领土 那么在下一张是褶币礁 同样子也在菲律宾的外海 左边是2012年的样子 右边你看那个跑道 不但填起来 而且跑道相当的长 那么再来一张是永暑礁 我先打个唱 这个就是跑道吗 在左边没有 左边那个直直的 左边那个直直的 这个是机场跑道 那周围都是中国去 那一个填沙填人出来的 但是从卫星地图上 就有明显的差异 对你看左边 左边其实是跟海是合在一起 它是珊瑚礁的地形 也就是它本来是海洋生物的 珊瑚礁是活的东西 那你现在把它沙抽出来 变成土了 变成有陆地了 这是创造出来的东西 创造陆地 然后宣称这是我的领土 而且更恶劣的 这是抽海底的沙 海底的沙其实它有生态系 有生物在上面 它完全不管 它大规模的抽 大规模的填 填了3700多公母 在整个南海中间 那我们看看永暑礁也是 所以也是同样 你看有一个非常长的 飞机跑道 所以中国做了什么事呢 这为什么是美国 不能容忍的事 第一件事是它军事化 也就是说习近平 2015年去欧巴马 跟欧巴马访问的时候 他亲口答应欧巴马说 我们不会在南海进行军事化 我们所部件都是防卫性的武器 可是我们看到整个卫星照片提出来 就是这个是给军机可以起降的 而且就发现有那种从陆对 陆对海的飞弹就部署在上面 所以美国非常受不了 就是说你元首跟我们总统讲的话 是完全不守信用 你说一套做一套 这是他不能接受第一个 中国连签的国际公约都不算数的讲的话 怎么会这个兑现承诺呢 这就不好意思 西方人就是重视这个东西 觉得国跟国交往 大国之间应该有诚信 第二个他不能接受是实时控制 我们看到很多影片 就是记者飞去要拍这个东西 就立刻就受到非中国军事的干扰 说你已经进入中国领空 请你出去 所以他实时在控制南海 第三个就是军事演训 最近他不断的透过辽宁舰 从台湾东部台湾海峡 进去在南海做演训 造成美国要在南海 做双航母的一个演习 来给他抗衡 所以整个来说 蓬佩奥的声明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如果是一个宣战的习文 也要师出有名 有名就是说不合法 过去我们他只是委婉地说 要合法 大家要遵守国际法 现在直接说中国的做法 中国的主张 还有他的作为 全部都不合法 第二个是你不能靠蛮力 来制造这个继承事实 第三个是你不守法的话 而且霸凌他国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 他其实是一个相当强的号召 在美中的整个对抗的局势下面 没有模糊的空间 他要印太的自由 台湾如果是印太自由的一个 重要的partner 重要的伙伴的话 其实我们要选哪一边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事情 好承恩你刚刚 借由地图跟这个卫星图 帮观众朋友理解 到目前为止 美国跟中国在南海议题攻防的差异性 然后以这一类的岛礁来讲 那过去因为中国已经在上面 那特别是刚刚讲的 填岛造陆跟军事化 这个目前是现状跟现实的处境 可是相对的 那如果美军现在直接先公开说他不合法 然后国务院认他不合法 那美军会不会逼近 没有错 然后会不会去登这个小的岛礁 那登上去的时候 解放军要怎么反应 这有可能就是有限度的冲突 这次声明为什么特殊 就是他有特别讲中国的compagnum 中国在这边做的这种操作 或是他的这种做法是不合法 他那么具体说 骚扰云民不合法 在这边开游 或是说在越南的这个万安滩旁边 开游去骚扰 还有马来西亚的周围的海域 那海巡 中国海巡就常年住在那边 骚扰别人 他说这不合法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做法不合法 我可能采取反制措施 所以如果你在侵害我 或者我盟邦的权利 比如说假设中国的军舰这样过去 因为他要挑战这些海域主张 或者说他要挺越南 或是马来西亚的探游的行动 然后他有一些强势的措施 如果中国做了不聪明的反应的话 极可能有小规模的军事摩擦的出现 好 所以以这几个岛礁 或者以黄岩岛来讲 事实上他们都有可能是军事冲突 直接开火的这一个战场了 过去都是对峙型 过去都是中国的海巡 在那边部署重兵重舰 然后菲律宾有反制 但是都还没有开火的情形 也就是斗而不破的情形 未来很可能会有一些摩擦的出现 好 我们稍后回来 感谢观看